2020年12月18日,和猫主收到全驻 我们这边有一只猫猫被困在七层楼高的井底已经几天了 通风口一共七楼,高度大概20米 天台风口非常非常的狭窄 如果猫咪真的在井底 此次救援将是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最终,求助人将手机绑着绳子掉了下去 确定猫咪的确被困 由于没有遇到过此类情况 和猫主请教了武汉小农物保护协会的志愿者薰哥 薰哥非常支持且配合 甚至想从武汉直接飞过来 最后薰哥传来他曾经设计制作的旧原装置视频 我们也连夜感知了出来 这里啊 哎呀,先喝 哇塞 哎,不停见猫叫了 哎,真的是 这是我见过了以来 猫咪被困救助起来最困难的一次 这个是底层吗 花园先将捕光灯和监控断头 调往通风口 试图测量猫咪被困深度 以及猫咪目前的状态 这是我们救过最深的 还好,猫咪状态比较好 他似乎知道有人在救他 开始叫了起来 叫声还越来越大 一个橘色的,橘白 我们只能尝试一下 看那个能不能放进去 你看,这就很直接能看得到它 听求助人描述 猫咪可能是被天台住户散养的猫咪打了下去 这时出现了一只猫咪在不远处观望 像极乐犯罪分子回到了作案现场 马上我们把这个放下去 然后猫咪进去吃东西 然后就把它给关下去,就这样的 随后,怀然在救援装置里放上罐头 尝试把装置往通风孔里放 无赖,通风孔宽窄不一 装置多次被卡住 每次卡住都需要重新拉起来 进行切割 一次次尝试,一次次失败 忘记跟你说不要有吃的了,走 下 一股子切切切切 再给我卡住 装置终于降到了猫咪所在的 你拉,拉,拉那个板子 卡住了 卡住了,卡住了 经过漫长的等待,猫咪始终没有进入 现件事,猫猫是完全不进去 这种情况下就是它还没有饿饿几 要么就是它已经没有食欲了 这个情况是非常麻烦的 可能是由于求助人的头胃,猫咪不饿 外加陌生的装置让猫咪非常惧怕 由于要赶去下一个地方救援 花园和小伙伴决定先行撤离,计划让猫咪先饿一饿 下次再来 过了两天,花园和小伙伴再次赶到 现将救援装置优化成伸缩箱 以便于更安全的救援 再次放置好吃的,布置好装置 漫长的等待,猫咪还是没能进去 这个时候天已经慢慢黑了下来 于是我们又一次撤离 四日中午十二点,我们终于收到好消息 今天收到好消息 求助人小姐姐说这个箱子里面 明显它提的时候非常的重 但是我们现在过来的时候 又试了一下 然后里面是没有重量的 多米猫猫已经又跑出来了 所以说我们现在只能把它给挤出来 重新设置一个机关 这次已经是我们第三次来了 要说明它还是进去了 对,你看啊 灌着都吃完了 还好,还好 看来生命期间是OK的 这一次,摄影师开始用新闻的出望远镜 开始观察底部的动向 过了一会儿,猜猜说 我感觉它进去了 要不咱们试试放下机关 拉一拉 提提提提 我把板子放下去了 提提 有感觉 有感觉 感觉比刚刚放下去的时候更重 进去了 进去了 绝对进去了 这个重量锤子才没有进去 我肯定进去了 真的进去了 我肯定进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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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要干水 我们还能够小狗狗提供方案的 因为它救过这类的猫咪 我好肿 好 好 好 肯定在里面 好 好 现在是见证历史的时候 我们来了第几次了 第三次了 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 这个出来了 那我把这个给球看 嘿嘿嘿 路面不快 路面不快 快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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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来了 你出来啊 开一个小时了 快点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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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声 加油 加油 我都不知道说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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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是没有说的 就是 我们要更科学的对待那些流浪动物 反正很开心 既然能把它救出来 最后 大家给它取名叫猪成虞 因为穷住人网民有珠子 城是成都 武是武汉 有了猫生活在钢筋水泥的城市里 它们只想活下去 作为高端动物的我们 应该更科学地对待它们 每个城市从来不缺乏救助者 它们都在默默地做着同一件事 但现在我们需要团结起来 宣传科学地对待原料动物 宣传领养带地购买 只有这样才能让科学羊虫深入人心 只有这样才能让流浪猫少一只 再少一只 来吧小伙伴们 我们一起帮它们找一个家 做一只有名字的猫 你好猪成武 成都的城 武汉的武